我其實說真的啦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件事 所以這一句話 現在已經淪為我們選區裡面的笑柄了 大家一見面 大家都會講說 哎呀你今天守慾親了嗎 我真的 大家都會這樣講 這個問厚宇就是 哎你今天守慾親了嗎 他只想要當這個打擊政敵的王宏 那他的身份真的是非常的尷尬 他又不敢監督這個執政黨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時候不是在吵架 那他就還是在吵架 更甚至又是在吵架的路上 你不要說我在抹黑他 你三秒內 你能不能說出一個黃捷近期 在立法院不是起爭議的新聞 你想得到嗎 我這三秒想了三件起爭議的新聞 哈哈哈哈 我想的全部都是爭議的 我真的想不到 你怎麼看這個黃捷義 委員他現在的這個作委 委員 委員 其實我這幾天真的也是受訪了很多 就是有關他的事情 那因為畢竟就是是我先踢爆說 我發現他的圖片是抓里長的圖片 那其實我坦白說 他現在也被封了一個稱號叫什麼 錢金神偷 aka 黃震仁 就是完全就是一整個問了薄板面 然後薄板面 然後就整個荒腔走板 我其實那時候看到他進立院做的事情 我第一時間我還跟這個我的同仁講說 他是不是卡到了 怎麼會做出這麼 這麼荒腔走板的事情 還有第一天就在那邊搶麥克風啊 秀他的什麼以色列逃跑術啊 後來讓大家更看到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凌晨四點的立法院是這樣 在下班的時候 偷偷開門進會議室 躲茶水間 到現在呢 甚至為了這個掩飾自己風在不在 還跑去偷用里長的照片 那我們在地人真的看不懂黃傑到底在幹嘛 他夾著這個高很高的聲量進到立法院嘛 但是他只想要當這個打擊政敵的王鴻 那他的身份真的是非常的尷尬 他又不敢監督這個執政黨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時候不是在吵架 那他就還是在吵架 更甚至又是在吵架的路上嘛 那他只想當這個吵架王啊 當那個當他的王鴻 那所以我講真的 我想要問一問傑克啊 你不要說我在抹黑他嗎 你三秒內 你能不能說出一個黃傑近期 在立法院不是起爭議的新聞 你想得到嗎 我這三秒想了三件起爭議的新聞 我這三秒想的全部都是爭議的 我真的想不到 我想了三件啊 但都是爭議的 沒有辦法 所以你知道他必須要一直不斷去攻擊國民黨 個人覺得黃傑他應該跟沈柏洋 他就是在賴清德他下面總之要有那種 所謂充足的就是打泥巴戰的 也許他被分配到的任務就是來 給你打泥巴戰的 反正就給你整個揮起 讓國會的這個形象就看起來很糟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個人是這樣看啦 他根本沒有要跟你講 對啊 所以其實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看嘛 那為什麼賤會指向他呢 賤都不指別人 偏偏就是指向他 就是因為他過去的爭議太多了嘛 那大家也會覺得說 他怎麼會是這樣 那為什麼這麼愛作秀的 他突然人就消失不見了 而且其實我講坦白的 其實我覺得他只要在第一時間坦承 他不在台灣出國 但是團隊呢會安排好協助 其實我覺得根本不會有這麼多的爭議啊 因為畢竟出國 我們都是這個事先就先安排好的嘛 我們也不是說臨時說走就走了 對不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很奇怪的是 他在第一時間選擇了隱瞞 那在隱瞞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奇怪 平常呢在班上最吵的同學都不在了 所有人都會注意到啊 尤其是這一次高雄呢 又是重災區 八個立委 七個都親自到選區裡面 巡視跟幫忙了 為什麼最吵的那個 偏偏他就不見了 結果大家問了之後 黃姐還繼續隱瞞 大家在協尋他 結果他還是繼續隱瞞 那平常呢 他為了作秀 用高標準去檢視韓國瑜院長 去檢視許曉星委員 檢視別人 那使我的業力就這樣 蹦一次就爆發了 對不對 我對於這個黃姐委員 我覺得他給我最大的這個反感的部分 是就是硬凹跟說謊了 比如說那個凌晨四點被明明被拍到 他竟然還可以把它說成 那個他是很認真工作的 然後也不會臉紅 然後包括這一次啊 他出國就大方承認 也沒什麼不可以說的啊 比如說柯智恩委員 他就他就承認他出國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主要是他的這個態度 會讓我覺得蠻恐怖的吧 那他的那個選區 那他的現在他那區的民眾 對他真的支持都這麼 這麼破搏嗎 真的這麼好嗎 我其實說真的啦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件事 所以這一句話 現在已經淪為我們選區裡面的笑柄了 大家一見面 大家都會講說 哎呀你今天手遇親了嗎 哈哈哈 我真的 大家都會這樣講 就問厚宇就是 哎你今天手遇親了嗎 其實我從來沒聽過 他是真的想要來我們選區 為我們的選民多做事的 說實在我自己真的也覺得蠻遺憾的 因為其實之前我的父親許坤源 也曾經就是誇散過說 這個女生看起來乖乖的 那只是沒想到說 他現在真的是走鐘啦 而且就像你剛剛講的 他死不認錯 明明在我們的道德觀裡面 他的這個監視器 明明就是拍著他對著會議室的門 又踹又撞 他也能裝死 牽托說 啊因為他很認真上班了 那所以就搞不懂說 他的這個小朋友的邏輯 跟他的道德到底是建立在什麼上面呢 真的是突破我們大家的三觀 他說他為了營造 他有在國內又發了一堆照片 表示他很關心災情 結果你看啊 平常固人院的下場就是 馬上就有古山當地的黎明 就跟我爆料嘛 說他們根本就沒有 那個那幾天根本沒有看到黃姐啊 那照片是從群組裡面抓的 所以這時候我才講說 我們平常真的我們作為民意代表 平常你就是要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真的不要就是像他這樣子 幾乎繞著一個這樣子的下場 他現在一直緊急的一直在補救 每天都在發文 每幾個小時就發一次文 說他在哪裡救災 怎麼樣有的沒有的 那你何必呢 你當初就坦白直接就講說 啊我不在國內這樣就好啦 其實我們大家不會很苛刻的要求你說 哦你一定要在國內 你一定要怎麼樣 但是我們要的只是一個真誠跟坦白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這也是我們作為民意代表 最應該要有的一個基本 嗯好 那個今天非常謝謝 這個徐彩珍議員 最後結束前我補一個這個笑話給你 我個人不是黃傑 不是說那個有住戶 他看待的時候有住戶跟他講 議員你辛苦了 我們我們給你這個拍手 拍到這個守瑜青 我強烈懷疑那個住戶可能是鄧家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好 沒事 好 好 鄧家華 對 鄧家華有可能了 我相信他一定 背後有可能 鄧家華一定會非常挺他 對 黃傑我給你拍到守瑜 有可能啦 我強烈懷疑啦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LOW YOUR CARE 貴鎖庭 瑚瑩 感谢观看